你知道吗?死刑犯枪决时,旁边往往还有一辆救护车待命 那救护车停在旁边究竟是干什么用呢? 为何要枪决又要救护呢? 死刑在古代被称为急刑,意思是最高最重的处罚方式 而我国县仍保留死刑作为最高的刑罚 主要用于处罚穷凶极恶最大恶极的罪犯 比如故意杀人、贩毒等恶劣行径 因为死刑的特殊性也是判决最审慎的一种刑罚 所以日常生活中我们极少能够看到死刑的判决 也更不会轻易看到执行死刑的现场 之前我国的死刑主要采取的是枪决的方式 近些年开始采用了注射死刑等新的方式 但不管哪种方式,在影视剧中一些死刑枪决的现场 除了押运的警车还会停止救护车 既然犯人都被判决死刑了,救护车肯定是不会救人的 那有什么用呢?难道是电视剧的编导不够严谨弄错了吗? 其实这恰恰是影视剧严谨的地方 现实中执行死刑的时候的确有一辆救护车随时跟着 而救护车的作用有一部分真的是用来抢救罪犯的 那又要枪决又要抢救不是自相矛盾吗? 其实这不是在罪犯被枪决之后抢救,而是之前 虽然被判死刑的罪犯都穷凶极恶 但是面对死亡人性都是一样的 很多罪犯会因为过于害怕在前往刑场的路上出现昏厥 而执行人并不能对昏迷的罪犯直接执行枪决 为了保证罪犯在清闲的状态下执行死刑 受到应有的惩罚 医护人员会对罪犯进行急救,使其苏醒 此外,还会有一些罪犯故意装作昏迷 意图拖延时间,扰乱执行 这时也需要救护车内的医护人员进行判别 而这两项工作仅仅是救护车的辅助工作 其实死刑现场的救护车还有更多的作用 死刑现场的救护车不仅能救人更能救赎 那救护车到底是如何让罪犯以另一种方式重生的呢? 救护车在死刑执行前 除了抢救受惊想而昏迷的罪犯 更重要的作用是在罪犯死后进行一项让罪犯可以重生的工作 那就是在罪犯同意器官捐献的情况下 在罪犯被执行死刑后进行器官摘除 而这些有用的器官将会被移植到相关病人身上 通过帮助病人解除病痛的折磨 这些罪犯的身体器官也将得到重生 这也是对其犯下罪行的另一种救赎 虽然死侵犯都是最大恶疾的人 但是人将死之时 多数也希望精神和心灵得到救赎 这样也才能坦然面对的死亡 所以在工作人员的开导之下 大多数的死刑犯也都会选择进行器官捐责 所以救护车就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器官摘除不能在野外的环境中进行 除了显得不人道以外 更重要的是器官不能暴露在友军的环境中 而在救护车中进行器官摘除工作 不仅使得器官不受细菌侵袭 而且器官摘除之后 同样需要医护人员对尸体进行缝合 虽然死刑犯生前犯下极大的罪行 但是已经接受了死亡的惩罚 尸体还是应该保有应有的尊严 所以不会被随意处置 此外 被摘除的器官需要第一时间 以最快的速度送达 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那里 而救护车就是便捷的运输工具 因为人的器官在死亡后几个小时内 还能够保持活力 但如果时间太长就没有意义了 但因为死刑执行需要在特定的场所 死刑犯的器官捐献 并不能像普通人一样在医院进行 所以救护车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此之外 救护车还有一项重要的收尾工作 死刑执行现场的救护车 竟是整个死刑执行过程中的重要的一环 那为何说 如果没有救护车的存在 死刑将无法完成呢 因为死刑 作为最重的刑罚 不仅判决需要慎之又慎 执行过程也需要严谨 而严谨就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细节上 二是程序上 这两点都需要救护车和医护人员的辅助工作 对于普通人来说 比如被枪决的死刑犯被击中就意味着死亡 但是医学是严谨的 需要通过救护车中的设备 判定罪犯是否真的已经死亡 所以医护人员要得死亡的结果 进行最后的判定并且签字 只有经过医护人员的鉴定并签字确认之后 整个死刑的执行过程才能完成 而随着现在枪决被逐渐取消 取而代之的注射死亡 是通过注射药水使罪昏迷死亡 这种方式很多时候也需要在救护车上 由专业医护人员进行操作 而犯人死亡之后 救护车还需要扮演运输车的作用 将犯人的尸体运往相应的太平前停放 以待整个案件结案之后 由家属签字领走 除此之外 救护车出现在死刑执行现场 也是以被不实之序的做法 因为执行死刑的现场也会存在潜在危险 如果发生暴力冲突 尽管会有核枪实弹的警察保护 但是现场有法院检察院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万一出现人员伤亡 需要得到其实的抢救 不过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极小 但也是工作严谨的一种表现 做好应急预案还是必不可少的 而救护车就是应急预案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所以在死刑执行现场出现的救护车 用途多多 有时往往一辆还不够